我希望把这个地方最后做一个总结 因为最后其实我是希望说可以一气呵成 等于是说可以只要输入一个公式 向右向下它就自动帮我完成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其实最重要的部分 其实就是这个公式里面的这个table array的部分 那table array的话这个参数你以后如果你们看到 只要参数名称后面结尾是array的话 array的话其实在eSale里面就是一个范围 或者你假设有关键字叫range也是类似的 像这边有range 类似这种关键字就是一个范围 然后假如说我要把栏位名称 转换成为什么呢?一个array的话 实际上就可以用indirect来帮我完成 所以如果假如因为刚好我们的栏位名称 所以如果假设我希望这边一气呵成 所以你们这边向下填满 先底下这个control shift向下 只要填一个就好了 不然等下向下填满 它没办法一气呵成 所以直接填什么?填b2的这个公式 然后最后关键的地方就是直接在这个tablearray 这个地方把它改成什么?改一下 改什么呢?改indirect indirect概念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呢 它的那个这个地方上面的 这个栏位名称 刚好等于 那个范围名称 就是我们定义的那个范围名称 所以呢 我们其实最后可以这样做 就是直接呢 把刚刚的公式 这边直接在 点上面的一个函数 然后再插入函数一下 那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 tablearray 这个地方改一下 那改什么呢? 我把它delete掉 请你在这边 我建议自己打 或者你再插入函数 因为它indelator没几个字 我建议你可以把它稍微记一下 字不要打错了 indirect OK 然后钱瓜阿虎一下 那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把那个名称 帮我转换成那个范围 名称在哪里? 基本上名称就是我们目前所在的这个工作表 所以呢 不过如果你点它的时候 它跳哪个工作表 你可能要把它拿掉 因为它这个地方 自己本身不需要再多加了 所以就是indelator 钱瓜阿虎 接下来的话 你就把油表点B1 或者自己打也可以啦 OK 我点了它 它好像不知道说自己 所以它还是会把那个工作表名 工作表名称加上来 所以其实你可以自己把它删掉 或者自己打好了 OK 就是indelator 我要抓性别 所以它帮后瓜阿虎先加一下 OK 所以它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性别的名称 带到indelator里面 它这个名称的话呢 是一个文字 因为indelator它很聪明 它会到名称管理员去check一下 有没有这个性别的范围 如果有的话呢 它就帮我把那个性别的名称 有那个名称的范围带回来 所以本来提供给它的是一个文字 经过indelator转换之后 查完结果 自动帮我把那个范围带过来 那它就可以去找到了 找到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理论上 假设你没打错的话 自没拼错的话 按确定 理论上应该会看到 最后正确的结果 如果有的话 那表示应该没错了 但问题来了 如果今天 把它向右填满看看 年龄也查出来了 向右拉一下 那你会发现 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说 如果你名称都定义好的话 那理论上 往右拉的时候 它会自己把什么呢 把这个indelator 刮斧里面本来是B1 会自动向右拉的话 蓝位会加以 所以变成C1 C1刚好是年龄 年龄刚好会去抓 我们刚刚定义好的 那个名称里面那个范围 帮我带过来 也顺便查出来 那以此类推 所以蓝位名称 刚好跟定义名称一样 所以向右填满之后 全部都查完了 所以向右拉 应该OK了 可是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要向下填满 一气呵成 可能还要多做一件事 你现在点两下应该会错啦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 必须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因为你向下填满的话 它的裂号会加1 所以我现在抓的那个名称是在B1上面 跟C1 可是你向下填满的时候 那ESA里面有规则嘛 就是公式里面如果是 列号 只要向下填满 它自动帮你加1加1加1加2 那假如说你向下填满要固定住的话 记得 最后最后有个动作做完 应该这个就OK了 就是在B1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把它打勾一下 记得公式应该改这边 所以最后结果 最后的公式 理论应该就长这样 就是去前一个工作表的B2查 然后再用那个interrator 去把B1这个名称转换成定义好的那个范围 带过来 然后找他的第二栏回来 然后不要找接近的 好 那这样OK之后的话 再来最关键的时刻来了 就是向右拉 但是如果假设啦 你向右拉的时候发现 好像有其中某一个名称错误 那你可能要检查一下 像之前同学常出问题 也许就是像 比如说月收入好了 他这个选错了 月收入应该是这个范围 常常就点错范围 假设啦我这边 比如说这个地方 他选到这边来 打个勾 那你会发现 你只要向右拉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出现仅NA Not available 那你可能就要去检查 月收入这个名称 的范围是不是有误 名称观念里面看一下 错了 错了怎么办 没关系 把底下的这个参照的范围 Delete 掉 重新再选正确的 打个勾就可以了 打个勾按关闭 看一下 本来紧NA的 这个时候就OK了 所以向右拉一下 再快点两下 记得这个还蛮方便 等于说这14栏 我全部都要 底下都一样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就一次就可以把全部的公式 这是全部向下点 那全部的资料也就通通帮我查正确的 那你可以看到 每个地方就会是正确的对应关系了 好 那所以待会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那这边先中场先休息一下好了 那请各位先把刚刚讲到这部分 先完成一下 那待会我们再来讲后面的吧 比如包含就是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 如何利用这个再来绘制 OK 那我们先休息 现在是3点31分 休息到41分 OK